突然他跑来 我突然跑来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我就赶快握一下 因为我正在跟别人讲话 我轻轻地握握手 结果第二天 我到下午一看到 我不跟他握手 国民党籍明代费洪泰 在节目上大吐苦水 说的就是这个画面 当时王宏威参与明代补选成立服务处 费洪泰 徐巧兴到场驻镇 事后徐巧兴说 跟费洪泰握手一瞬间就被甩掉 冬天嘛 冷了 所以我可能手上有禁电 然后电到他 就是太会放电 电到他 所以他就收回来 外传两人隔空交货 就是为了2024明代选战 包括民进党的人 跟我一道参选立委 我也从来不讲他们的怀悟 你去翻翻所有的新闻 我有攻击过 任何一个跟我竞争的队伍 只是这一段话 徐巧兴说他不认同 他认为对于政党竞争 尤其是民进党 就是该用力击倒对方 乖乖待在立法院的记者 会做传统的攻防 当然是一种选项 不过我的选择不一样 我会走出同温层 论文还有包吨 我攻击的还不够厉害吗 我只是说 隐身我个人与人为善 尤其是对党内同事 为了2024明代选举 两个人竞争激烈 去网友 如果使用力击 可以找到